大家好 我是電纜王阿達 那科技的進步速度真的很快 想起去年阿達還在開箱 Ecovors Debole N9 Plus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在感慨 現在的掃地記憲 功能真的越來越前面 除了一般的清掃還有拖地功能 現在那個N9 Plus已經會洗脫布了 大概只剩下沒有上光蕾以外 那個N9 Plus就沒有什麼短板 想不到今年初 Ecovors又推出一台X1 ONLY 不但會洗脫布 甚至還加入光蕾 還會自動集成 還會自己烘乾脫布 可說是 目前市面上最完美的掃脫機器人之一 不過這麼完美的功能一定會有代價 就是價格比較貴 不過Ecovors了解消費者 在X1 ONLY 與N9 Plus這兩款機型的基礎上 互相做了加減法 又推出一款 功能完整 而且一樣好用的新產品 它有什麼厲害呢 接下來我們開箱實測給你們看 好 直接開箱 那現在這個版本呢 是 那個應該還不是正式版 所以說 到時候如果大家看到包裝 跟我展示的不一樣 請以正式版為主 這個就是 掃地機器人本體 好 接下來我們直接由本體開始看齊 好 最上面就是 左右兩片脫部 有顏色的一個雙主刷 使用說明書跟小鳥刀 電源線 T10 Turbo本體 這個就是掃地機器人的所有配件 那之前有些喜歡淡色系的女性朋友 可能覺得X1 ONLY 黑色的一個色調 跟家中的擺設 搭配起來 感覺有點突兀 那這次呢 Ecovox T10 Turbo 它採用一個純白的配色設計 就好像家中的家具擺設一樣 相當的好看 而且它機座的體積 EPX1 ONLY 小一節 那它的機器人尺寸部分 長跟寬都是362厘米 高度是103.5厘米 重量也只有4.2公斤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機器人本體的部分 在左右兩側都配置了主刷 在機身正前方 也配置了兩顆攝影機 頂端 又有LDS的光學雷達 搭配TruMating 2.0的全局規劃 能夠掃描家中環境 建立3D地圖 精度高達0米等級 那箭圖速度也提升了4倍 再搭配它高算力的 AI處理器 與960P的星光級鏡頭 讓AIVI 3.0的視覺辨識系統 除了能夠辨識 家中的地面家具 人形等 重18種各類物品 所以它可以輕鬆的避障 也具備全屋行裸 一鍵精準到達指定地點的功能 可以守護我們全家的安全的作用 加這種毛小孩 還可以看他到底要幹什麼 XX1上面才有的ECO語音助理 在T10 Turbo上也完整保留了 那在吸力部分呢 則是具備了 3000%的吸力 雖然不擠XX1的5000% 但是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 本來掃地機器人就不會用最高吸力來工作 所以日常的使用是不會有太大差異的 它的耗電量相對也會比較小 噪音也會比較少一點 另外站在近身後方 也配置了兩組 OSMO Turbo 2.0的對旋脫步 具備每分鐘180轉的旋轉速度 還有6N的下壓力 讓脫地也是乾乾淨淨 那在基站部分呢 它一樣搭載了清水桶跟污水桶 具備一鍵之形清掃 基站清潔還有召回等功能 在掃脫過後 除了基本的清潔脫步以外 它還有熱風區烘乾脫步功能 讓基站不髒不臭 而ECOVOS的APP 當然也保持了設定分區 分區清潔 遠端命令清掃 排程清掃 遠端遙控巡邏監控的功能 使用起來便利性也沒有打折扣 在那邊 去那邊 問區清潔 打折扣 先試圖 超級最快的 在那邊 只有十分之一 會不會有暗力 在那邊 有暗力 在那邊 可以 很少 好 看了以上测试 你会觉得T10 Turbo 是不是几乎跟最高阶的X1 ONLY 一样好呢 那价格还比较便宜 那T10 Turbo呢 因为产品定位的问题 除了刚刚有讲到的吸力会比较小一点 体积比较小一点以外 T10 Turbo它少了自动机身功能 这也代表啊 如果你选择T10 Turbo的话 没办法像X1 ONLY一样 一个月直接换掉那个机身袋 丢掉就好 这个你就可能要几天自己 把那个机身盒拿出来倒一倒 另外它的机身部分 没有水箱功能 它是靠室温托步来进行托步 当然啦 这两者它有一万多块的价差 也没办法说要求跟X1 ONLY完全一样 毕竟呢 就是说买这台 荷包啊 就没有什么负担 那功能也不会差太多 而且啊 一样拥有全能的智慧清洁管家 我是觉得还算超值啊 那T10 Turbo我觉得啊 它比较接近是N9 Plus的一个完全体 如果你预算够的话 我个人是真心建议大家去选 X1 ONLY是最好 不过你如果预算有限 T10 Turbo已经非常接近完美了哦 以上分析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是电脑王阿达 如果喜欢这样开箱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